咱们有很多家人和孩子都很喜欢吃玉米粒 但是大多数都是炒着吃和煮着吃 今天老弟教你一个新的吃法 做法超级简单,一学就会 第一步,准备一盘玉米粒 锅中水开,下入玉米粒 再次开锅捞出 放入冷水中投凉,控净水分 然后倒入盆中,加入一勺即适粉 既能增香又能提色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为了让粉排得更结实 咱们往来撒点清水 再加入少许淀粉,然后翻拌均匀 每粒都沾上玉米淀粉就可以了 第二步,咱们切点洋葱粒 红椒和蒜苔粒备用 老弟出来露个脸 给老弟点个小爱心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老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注意 一年四季发大财 第三步,咱们起锅烧油 油温五成热 沿着锅边下入玉米粒 炸至玉米粒飘起来 转中火,炸上一分钟 外皮金黄酥脆时,捞出控油 咱们听听这个声音 是不是特别的酥脆呢 锅中加入底油 然后下入配料 炒个三四五下 随后下入玉米粒 不用翻炒,加入少许椒盐 别的什么调料都不要放 特别的提味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金黄酥脆 孩子特别喜欢吃 家人们,您学会了吗?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关注我,老弟每天更新一道 您喜欢吃的菜 来看看